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用四个例子 讲中国城市的遗产的保护 我们中国很大 这个历史又悠久 历史上形成了很多的城市 那么这么许多中国的历史城市 有两千多个 那么这许多城市中间 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有 两千年 两千五百年 甚至于三千年的历史 那么这些城市 原来在八三年代的时候 以前 在八三年代以前 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我做过认真的调查 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 这些城市都有自己完整的历史的风貌 可是到了1980年以后 中国开始大卫生的经济的建设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 对于城市遗产的保护 缺乏正确的理念 老百姓也想很快地改变生活位貌 因此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叫撤掉旧城建新城 叫撤建建新 撤旧建新 那么因此很多的古城 历史古城 就在大规模建设的时候 得到了摧残 比如说大家我们看到 这个平遥的古城 我在六十年代 到平遥古城去调查的时候 到山西省去调查的时候 在平遥的周围 有四十几座 跟这个平遥古城一样的城市 这些城市流成了完整的 城市的历史的风光 就这些建筑 从中国说法 都是明代和清代的 那就是说是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以来的这些形态 那么像看到一个 大建筑 像这个大建筑 那就是我们说宋岛 那就是公元六百多年的建筑 那么当时在那个情势下 这些城市很快地称 我亲眼看见 平遥周围的泰国城 解修城 齐县城 新县城 都在那拆 拆得非常快 差不多两个月 这个城就拆光了 因为当时 要修路 修马路 那么 平遥古城 我正好带一大批学生 陪同级大学生 在那实现 我们觉得这个城市 非常完整 你看它这个 我们等一下看 这个城市非常完整的情况 但是要很快地撤筹 我们觉得 你是不是可以停一下 因为当时所做的城市规划 就是彻底要旧城建新城 我们认为这个规划方法是不对的 因此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划方案 就是古城不动 在它的外围地区 建设新的地区 这个外围地区 建设新的地区 南面也建过新的地区 因为把古城所谓建设内容 全部拿到外面来建设 不要在古城里面建设 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 因为这个古城里面 留整了完整的 完全是 就是17、18世纪以来的 完整的城市的风貌 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历史建筑 这个就是当时我 带到平遥去做的12个学生 这些学生都已经 现在成为中国的城市规划界 城市建设界的重要的工作者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我们同志大学 城市规划学院的院长 现在是上海市 市不会的总规划市 像这位李维利 现在是天津市的 海港区的区长 所以这里面 我带到12位的学生 现在都非常非常好 那么就是我带了 这些学生去 做了前面的一个规划 你比如留成像这个 它是双灵池里的雕塑 这个雕塑是元代的 那就是相当于 十六世纪 十五世纪 十五世纪的东西 非常精彩 还有它完整的 当时完整的城墙 这个城墙 也是十四 十五 十六世纪的东西 当时正在撤除 我就把城墙 这些古庙 申报为国家界的文卧 然后从中央申请到一笔钱 到当地的时候 是不是你不要来撤掉这些东西 你这个国家可以给钱给你修复 因为它当时就没有人报 它是非常精彩的东西 比如说刚刚看到的那个 有这个飞向的那个庙 它是全国排第三位 就具体的年代 它是排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一直到第二十位 都是国家界的文卧 它说第三位 不是 因为没有人申报 它这个城墙 我们看到这个城墙 它当时全国来讲 完整的明代的城墙 这有四座了 它是其中的一座 但是当地人不知道 要拆掉 我就提出来 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 那么中央的 有关的领导知道了 然后就是也下了文件 所以把它就保下来 所以当时在中国传说了一句话 叫做阮衣山 刀下流程就平遥 那么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当时就是在推土基地 刀土下 叫它停一停 然后保下来 那么保下来的主要的 其他重要的 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人的培养 我就把平遥的当地的一些领导 我们中国叫领导干部 那些官员 那些管建设的官员 管文务的官员 都请到我同学大学去进行培训 前后来了十六个人 那么这些人以后 就是在当地起了 很重要的保护城市的作用 那么平遥的保护 也是中国的所有的历史城市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说你应该保护古城 另建新城 你不要趁了旧城去建新城 同时这些城市 应该把它在 所有的城市把它分出来 所以中国从1982年开始 就有了叫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第一批确定了24个 第二批确定了38个 第三批确定了37个 加起来一共99个 后来啰啰嗦嗦增加 现在有110个 中国有18800个城市 中间这140个城市 应该很好地注意保护 不要随随便便撤掉 所以平遥的保护 对全中国来讲 起了一个重要的引导的作用 就不一定要撤掉旧城去建新城 可以采取确当的手段来保护 那么其实这个经验 在欧洲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 在中国形成这一种的思想 还比较晚 所以就带来一定的损失 那么自从有了平遥的保护以后 大家逐步地知道 我们古城还留意很多东西 特别是到了1976年以后 平遥立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是个好东西 有珍贵的价值 还可以发展旅游 所以它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因此在城市保护上 进入了一个新的警戒 这个是我说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它完整的城墙 中国的城市在古代 都是按规划建造的 比如说这个城墙 它就是我们这个叫马面 这个叫地楼 这个叫城墙 它都有一定的数字 因为中国很讲究 这个数字的归类 它是108个马面 72个马面 72个窝铺 3000个城墙 为什么用这个数字 它就按照中国的孔夫子 有72个地址 有3000个门头 那么因此来建造这样的城墙 所以说中国的 做这个东西 中国的文化的含义 非常清晰的 你看这个 当时这个都是我 82年 建造的造像 就是当时这个平遥枯成的情况 现在我们基本上 还完整地保住它的形态 这个是平遥的 这个这个 居住 居住街坊的情况 那么我们当时就做了 对于这些居住房屋 怎么样完整地去把它 保护下来 所以中国 像这个平遥的房子 很有意思 它最后一进 这一进 我们说这个分一进 两进 三进 这最后一进 它都是窑洞式的 这个房子是 都是窑洞 窑洞式的 就是用土屋垂起来 很厚 这个土要两米厚 做这个劝拱 这个冬暖夏凉 是吧 用生土的建筑 很生态 是这样的城市 那么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说 我们说经受地震考验的造化古城 中国的古城 中国的建筑 是吧 这个 自从上古以来 中国人就研究 人和自然的和谐乡村 所以中国的建筑方式 是木构造 就中国在六千年前的造房子 就知道用木头来大阶层房 这木构大阶层的房子当中 很重要一点 它是做毛损的 就是木头和木头的交界 是绑造人的关键 做成了毛损状 它不是像用钉子钉的 也不是像非洲人用绳子绑扎的 那么这种的形式 那么它是考虑到 中国是个多地人的国家 那么因此中国大多数的住者 都是用木构构来形成 你看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样一个 木构架的体系 所以木柱 木梁 然后上面铺 木板 然后上面再加瓦 那么这种木构构的形式 是可以抵御地震的 因为地震来了以后 它强劫地冲击了一下 它所有的木构架中的 这个这个这个毛固的状态 它都是货的 它可以移动 因此地震来了以后 它允许它的移动 因此它就能够 房子不摊 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 地震来了以后 我们这样做 木构构的房子 叫做墙倒住不倒 因为墙是后气的 木架子 木架子打起来以后 墙会倒掉 因为砖气的砖墙 或者土著的墙 就会倒掉 房子不会倒 住家不会倒 房倒住不倒 我房塌 我不塌 这个房子 会受地震影响 会贪 但是 我顶 它绝对不会掉下来 因此就不会死人 那么这种木构构的情况 特别在大型的建筑 我的一个顶当地 到我顶的部分 这一部分我们说 就是 叫斗弓 它在斗弓 都是用小的木块拼出来的 然后这个小的木块 每一个木头 和木头的交界 都是四个方向 四个方向 左右前后 都是四个方向 而且每一个的交界的部分 都是全部做损头的 因此 很厚重的屋顶 架在柱子上 柱子顶上 都有 我们叫做 一朵一朵的 斗弓 因此它地震来的时候 这个部分都会 都允许你变动 所以我顶不会塌落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很多著名的建筑 比如说这个 叫做印线木塔 山西省印线的木塔 1076年造 1076年建造 到现在 也整整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八次大地震 未然不多 同样 中国北方地区 有好多种高工建筑 譬如说天津的 多罗斯观音河 这个很高 这个要58米高 它经过地震都没有问题 而且最近 四川地震以后 了解根本都没有影响 所以从这里就说明 中国历史上 是完全创造了 能够防地震的摩扣体系 我们丽江 我去参加丽江的世界遗产的评选 1995年 当时写了丽江申请的报告 到1996年的年初 丽江发生理事大事地震 当时联合国教育文就来问我们说 丽江发生地震了 是不是丽江就没有了 会死掉好多人吧 但是由于我们丽江 都是这种摩扣体系的房子 所以我们看 很清楚 它强倒住不倒 房塌不塌 房子有点塌掉 但是塌不塌 当时我了解情况以后 我就很快地 当时景峰先生在联合教育文 他打电话给我 我告诉他 我说你可以跟委员会讲 没有问题 丽江一共才死了 一百零几个人 整个街上房子被塌 所以当年 1996年的年初发生的地震 3月4日发生的地震 到96年的年底 它就平为世界遗产 那么在唐山 中国的唐山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地震以后我去看过 给我当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整个城市 由于它都是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 大部分都摊掉了 但是农村房子 那些木极客房子没摊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共产 中国政府不准讲 所以大家也不讲 也不宣传 事实上就很清楚 中国传统的木构体系 是能够保护下来的好的 这个就是唐山地震的情况 整个房子都摊掉了 而在去年 我们昭化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地震 那么我们昭化的汶川在这里 昭化在这个地方 也是这一次 汶川大地震的四大街区之夜 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是昭化城市的古城的情况 这个昭化古城情况 这条嘉宁江传过去 这古城形态很完整 2005年的时候 昭化古城 请我去帮它做固化 我一看 这个古城很漂亮 很完整 虽然房屋都很破旧 但是它里面的房屋 都是木极客体系的 但是现在已经很破败了 我去帮它修的时候 我就明确提出 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木极客形式 把它修好 因为它流成了 中国叫做明清时代的古街道 就是从15世纪 16世纪以来的城市的情况 那么我们把它认真 修的时候很当地 还有很多的矛盾 因为修木极客 比较费事情 还是木料呢 价钱也比较贵 那么我们觉得 同时缺少这方面的技术功能 但是在我一再坚持下面 我说你不这么做 我就不给你做 那么我们就 2007年 把它完整地修好了 结果2008年 发生了大地震 那么这个就是 当时密修时候的情景 它已经变成了很多现代建筑 你看这个都是 中国人到处 每个层层都普遍流行的那种 这个砖墙沉重 上面放混凝土板 然后混凝土的梁 混凝土的柱 是这样一种建筑 那么我们说 这种建筑 我都称之为丑陋建筑 非常难看 而且全国都一样 那么我说 你既然是历史古城 都应该恢复成它 原来的状态 所以我就完全用木杰构 把它原样地修复了 在2008年的2月 是午了 下午2点半 2点20分 2点25分 大地震了 你看 瓦都掉下 我平常瓦掉下了 房子 凡是修复的房子 都没多 但是 你就没有修复的房子 全部都贪了 像这个 就是当地居民的 混凝土的房子 它就贪了 而我们认真的 按照木杰构修造的一些房子 就没有问题 我们下面再讲一次 那么这个 在沿街的开的商店的房子 我们认为 机梅有历史风貌 同时机构上也很不好 因此我就要求 这种 按照原样修复 地震来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整个 昭华古城 受伤伤了 九个 这九个全是没有修复的房子 我们所有修复的房子 一个人也没死 一个人也没伤 所以 当地人就非常 开心 512 5月 12日 发生地震 5月45日 打电话给我 电话就这么讲 阮教授 你们神了 你们都是神仙 你们修的房子 一撞也没动 我们修的房子 全部摊了 你们赶快过来 把我们都修 所以说我们就很快过去 然后就在2008年 这一年里面 所有这个街上都修好了 因为 大家知道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合理的 非常 建筑 非常坚固的 这种方式 中国传统方式 而且大家都慢慢地都会做 所以 到2009年的 11日 全部修好的 这个房子 那么当年 春节 就到了 十几万的游客去 游来 现在成为四川省 修上最好的古城 那么这个经验就告诉我 我们中国 自己古代 有很好的优秀历史传统 这种木构体系 要很好的保护 现在 我们房子 木构构造的不多了 有木材不多了 都造 钢筋混音组的房子 我们造现代建筑 但是古老的 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 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应该很好地去学习 比如说刚刚说 前面给大家看的 我们说的那些斗工 到底有什么的力学的性能 力学的关系 没有研究过 而且我们同学大学 我念书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 这门课 有没有这个教研社 有没有这个研究所 现在我们同学大学 全部取消了 我那天就问我们校长 我说你要做一个 很不好的事情 以后后备的通缉人 要骂你 牛神把他们都取消掉了 他对我笑笑 笑笑 我想笑笑 这是苦笑 应该很好地 改变这种情况 从这个第二个方面 就可以说 我们从 从丽江的保护 从昭化的保护 就看到我们祖先的 优秀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这些房屋的流程 保护 不仅就是为了修好了住人 还更重要地 我们流程 我们自己国家的 优秀的文化的遗产 这种遗产 要靠我们去传承它 我们是不是以后 还建造这种形式的房子 我们说不一定 但是你把这种技术 这种工艺 这种科学的理念 要很好地传承下去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问题 这个 我们要讲的 就讲的例子 就是这个 就上海的提兰桥的 犹太人避兰地的保护 在 1934年 当时希特勒上台以后 把他 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要赶走 都要杀光 当时 中国政府 有一个住 奥地利的总领事 何凤山先生 他签署了 两千份的护照 就可以到中国去避难 那么这一批人 就流落到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 他们就住下来了 并且 当时是 上海也是给日本人统治的 日本人划定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 是为犹太人的避难区 那么就完整地 居留在上海了 那么 啰啰嗦嗦 来了 三万多人 现在有明信口查的 有两万多 那么这些人居住在上海以后 后来又建立了 自己生活有了安定以后 造了一些房子 那么这些房子 在上海来讲 我们说有明显的 犹太人的特征 比如这个房子的拱圈 上面带一个尖角 这个照片没拍出来 这门上面 都有犹太人的 两个三角形的符号 那么这批房子 上海人都知道 是犹太人居留地 犹太人的房子 那么同时 他们还建了 不是 还建了这个 一些学校 一些这个电影院 咖啡馆 这个医院 等等 这些教堂 还有他们这些 那个墨西教堂 在那安定地生活下来了 那么 到了1945年以后 这些犹太人 做不做不都回去了 有的回到欧洲来 有的到了美国去了 那么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上海知道 是犹太人 曾经居留过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要不要保护 上海有很大的争论 因此在19 这个这个 在2002年的时候 上海 上海市所在的 这个地方 一个区 是鸿口区 把它化为 新外滩开发地区 要把这些房子都撤掉 都建成高楼 因为那个地方是外滩 外滩的百部地区 上海外滩是 上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那么这个 就紧靠着上海的外滩 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那里 建很多高层 可以变成商业墨域区 那么在这个消息 传出以后 当我知道以后 我觉得 这块是重要的 犹太人的居住地段 应该很好地 把它保护起来 同时另一方面 我们说中国的住宅 有它自己多特的一个特点 像中国的传统的名剧 像北方 就是石鹤院 到了我们苏州 扬州 南方地区 长江流域地区 那就叫做庭园式的住宅 住宅里都在花园 当然都是有钱人家 因此住宅的形势 也很有自己多特的特点 当然我们说福建 就有福建的土楼 生土建筑土楼 这个成为世界遗产 底下这个广东的碉楼 华侨 这个中国的 当时中国生活不下去 跑到海外去 跑到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去做生意 回来以后就有钱了 然后就建了很高的 就会叼了像碉堡一样的楼 那么这两个 现在都成为世界遗产了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中国的建筑 有它自己的特点 中间都有天井 而且都是木杰构的体系 比如说下面这一种 我们说都是生土建筑的 那是这个陕西 这个是新疆地区的 新疆东北地区的 我们是生土的建筑 但是它也有很多特点 每个房子里面 也都有天井 那比如说 我们在安徽的房子 它叫做四水归塘 就是四块欧面 都放里面来泼 下雨的时候水落到我们天井里面 那么这个天下降下来的雨水 可以把它流起来 可以泡茶 因为这个雨水特别寂静 特别是下雪的雪水 大雷的天气的雷水 雷雨水都含有丰富的负粒子的 所以中国人很早就很讲究 这个四水归塘 所以留下来的天下落下的水 可以饮用 那么中国人的这种居住的形式 到了上海以后 上海到了近代 到了1840年以后 上海这个鸦片战争 我们说当时帝国主义热情到中国以后 上海成为世界各国的租界 有英租界 有法租界 有美租界 有日租界 有公共租界 我们天津就八国连近代的地方 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国家占领 我们这些殖民地的城市 上海 天津 广州都是这样 青岛就完全给德国人占领了 那么这个是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非常缺陋的一段历史 那么上海有了租界以后 外国人土地都是国外的 像英国人在英租界 英国人居住的土地 上面也有建议很多房子 因为还是要中国人来住 中国人要做工 中国人要在当地生活 因此在租界上 也建了很多的民居 居民居住的房子 但这些房子 是外国人的土地上 是外国人的老板 外国人的资本家 它建造给中国人居住 因此就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窝 这个建筑窝是平面的形式 里面的布局的形式 都是中国的 像这些都叫上海 叫上海理论住者 它的每个的单体 都是中国式的 但是整体的布局 是跟美国的纽约 英国的伦敦 是一样的 都是小房间一块一块一块 编排的 因为它要房地产的运作 因此 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地 守住自己的家园 自己家庭 中国讲究这个 论理道德 所以每个房子 比如上海的十五分房子 中间要有一个唐沃 前面要有一个天井 所以中国的 所有的老房子 所有的历史建筑 无论刚刚说的 北方的 北京的 南京的 苏州的 扬州的 安徽的 四川的 都是四合院式的 四个合院 中间有个天井 这是中国特点 跑到周杰里来以后 也变成这种 社会们的建筑 那你比如说 上海的这个 一大会子 就是上海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的时候 就给我们前面 给大家看的这个房子 它是典型的 上海社会没建筑 那么这种建筑的形式 我们说 上海 是不是要保护 我们说 一大上海的这个 就是历史基建地 没有问题要保护 但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要保护 那么因此 我为什么说这么一大段话呢 就是说 上海人 在对付这些房子的时候 也很聪明 他们就最近 上海搞了个 新天地 就完全利用了 上海的这种 传统的居住形式 但是把它变成一种 休闲的 餐饮的 喝咖啡的地方 喝茶的地方 卖各种官员 附设的 这个名品的地方 因此现在 非常热衷 成为上海 第一位的 旅游的 休闲地方 就是所谓 新天地 这个新天地 是中国人的一个 这个地名的一个名称 那么实际上 它的房子的形式 就是上海的社库门 那么 但是里面 完全是现代的 饭店 餐厅 酒吧间的形式 很受人的欢迎 那么 下面就说到是 犹太人的保护区 犹太人这个地区 也是四库门房子 但是形式 外表形式变了了 外表有待犹太特征的 但是里面 都是上海 四库门建筑 对于这种建筑 要不要保留 我们上海的政府部门 其中的管理房的部门 就是说这些房子 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比较好的 里面有卫生设施的 就是有马桶 有自来水的 所以要保护 有一类 没有的 它就要撤筹 那么因此 我们觉得 就有问题 就是我这个 阮仪山基金会 我们就侧面 对这些建筑 而进行调查 觉得应该 有价值的 都还可以保护起来 特别是 这块犹太人保护区 我们应该提出来保护 当时 红口区的区政府 很有意见 专门他们的区长 区里面的官员 专门来找我 跟我吵架 我们中国话吵架 就跟我争论 说你这么做 破坏了他们政府的计划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 都撤掉了 都要建高楼 都要有很多的收了 你这么一样来说 不拆 那么我们收了就没有了 你要负责任 我们造成了 重大的经济审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这些老百姓 都要牵走 你说要有好房子 要保护 老百姓都不走了 因为很多人 对自己的房子 都带一点留恋的 都不大愿意走 你把他搬走以后 他搬到很远的地方去 对他生活也不方便 那么你们这种工作 就造成很大的 对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 那么当时我就跟他们争论 争论不过 我们就请上一届政府来协调 我就写了报告给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做法 所以应该采取保护的措施 就在2003年1月1日 公布上海市历史保护区的时候 就把犹太人保护区 新列为上海市 新的历史保护区 那么这块就保护区下来了 就是我们说全部撤除 并且就委托我做了保护规划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保护规划 保护规划当中的内容 比如说中间这个风 就红颜色这一块 都是要原样的流程的 这一块我们说也是主要最接踪的地方 我们说基本上不动 这一部分里面可以动 那么外面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做不净的 因此这个地方实际上不是很大 我们完整地流成了这块地区下来 把它划定了这样一个保护范围 那么划定了保护范围以后 它就不再撤签了 你看这个就是原来老照片上的 当时还有维安的咖啡馆 你看这个房子在 虽然后面有高层镜头盖起来 但是这个老房子都在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 当然它已经改掉了 但是它这个墙体啊 各具都在 我完全不可以把它恢复的 比如说这个是原来的难民受用所 后来作为医院 这个当时1938年的情景 那么现在后面加了两层 我说可以完全可以恢复 可以完全可以恢复 这个就是墨西会堂 就是犹太人的当时的给的教堂 那么现在都已经把它修好了 现在并为犹太人 受难的纪念馆 在那里作为展览 那么这个房子 就是在沿街上有很多壮 沿街的只是犹太人的居住 到了2006年 反发西战争 这个2005年 反发西战争 60周年纪念日殿的时候 我们上海市 请了100位 当时在上海住过的那些难民 那么其中 这100个人 年纪都很大 因为当时通过60年了 都是老头老太 那么其中有一位老先生 93岁 叫布鲁门沙 这个人是卡特政府的 国家银行的行长 后来是世界银行的 董事长 顾问董事长 那么他回到这里来以后 就非常激动 一看 哎呀这些老房子都在 他说我就回到60年前 那个时候我是13岁 我们住在这里 我哪一幢楼 哪一个房间我都认得 他自己非常兴奋地 走到这个门里进去 爬到三层楼 爬到这一家 这个就是我的老家 当里面现在也住了 很多上海人在里面 很多上海人就围上来看 老先生你回老家来看 对了我回老家来看 哎呀 我就回到了60年前 你们都不要讲话 我脑子里出现了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姐姐 我的哥哥 他就蹬下去了 站起来以后 眼泪水全部流下来 然后他就一把抓住 陪他来的女儿 已经63岁了 他93 他女儿63 一把抓住他 他说 我告诉你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的床 这个是我哥哥的床 这个是我姐姐的床的位置 我的床在门口 由于房间太小 我每天要把床收起来 我们才能走路 那个时候日子真难过 但是上海人帮助了我们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都要记住 哪些人是帮助我们的 哪些人是要我们死的 哪些人是让我们活的 我们要记住 在世界上 我们对待我们犹太人好的 人不多 但是上海人 中国人 是我们的恩人 这一点大家听得都非常激动 所以说不要看 你保留两床建筑 保留这条街 它就保护住了 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友谊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一些友谊 而这个友谊 是不是可以拿言语 拿金钱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我们决定留下这一块 它的意义非常清楚 有很多的犹太人都回来看 我们当地开篇了一块小的公园绿地 上面下了一块纪念碑 叫犹太人受难纪念碑 结果每天那个地方都有鲜花 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 我们美国的卡特总统来过 现在的佩洛斯来过 还有前任的总理也来过 都到过这个地方 都来看过这些地方 以色列祝福总领事馆 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全世界的 所有的犹太人的纪念碑 都是以悲惨 杀落 死亡为特征的 而上海的这块地 是以生存 和平 家庭 为代表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这块地方特别珍贵 所以我们保护了这块地方 起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从上海来讲 还有很多的难度 到底该怎么用这些房子 因为里面现在住了很多的 现在上海人 所以这个还有待工作去做 但是从这件事情上 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些教育意义 就是我们保护历史建筑 保护城市的遗产 不要光看到它的经济价值 或者说一般的它的文物价值 它后面还有一些 人民的感情在这个里面 这个我说的是第三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就是讲 我们江南水乡城镇 那么在江南水乡 我们原来就是在长江下游 这个苏泽 杭州 宁波这一带 都是一个水乡地区 就是河流纵横 这个在中国从1415世纪以来 这个地方非常富属 是中国的经济重心里所在 当时的手工业 商业非常发达 那么形成了很多的历史城镇 里面有几百个 可是到了80年代以后 由于地方工业的兴起 很多城镇跟前面我讲的城市一样 测了古城去建新城 这地方就测了古镇去建新镇 那么当时很多的镇 在测迁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 并且我们了解 他们测迁的过程是 极其美科学性的 在建设新城的时候 也缺乏很好的合理的规划 所以这一点我们欧洲人 不大会理解 因为中国这个发展非常快 当时所谓的规划就是那些 我们中国人叫莫巴士丁 就是基本上小校有没有毕业的人 他就会做规划 因此他就乱做 所以当时我们去看 这起城镇的时候 它这个建设得非常没有积蓄 比如说 这些个工厂 这个工厂是有污染的 它每天在那儿冒黑烟 他紧靠着他旁边就会办个小学 我说你们修校中好班 每天都叫这孩子吃烟尘 他说生产低 小孩子们身体会长大的 会好的 这个都是很不科学 这个河里的水 今天是红的 明天是绿的 后天是黄的 为什么 他就把这个硬染厂的 硬染的水 直接就放到河里去 我们说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些 江南这一带 包括我们很多城镇 在这个污染问题 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还在做不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当时我们觉得 江南对去很多 很好的历史城镇 应该很好 很好的要进行保护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平遥的规划的时候 就晓得我们 古城可以很好保护 那么我们江南水乡古镇呢 是不是应该很好保护呢 所以当时我们就 找到了这江南水乡城镇 我们这里所指出来的这些 就是这些历史城镇 那就是说 有洛志 同里 周庄 西唐 乌镇 南巡 这江南六个镇镇 后来我们又加上了其他六个 最近我出来一本书 《江南水乡六镇》 等会我们可能有待 那么后来我们就增加了 其他有六个 有十二个 那么这些都是原来 有很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 同时城镇的形态非常好 那么我就采取了一个 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找这些古镇 当时都远离公路 不在公路的旁边 因此他就没有 近代的发展 当时的发展的这种理念都没有 说城市要很快地发展 他还不知道 那譬如当时我们到 最开始第一个是到周庄去 这是上海 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条公路 这个公路 这一条公路 这有这样一条公路 那么到这里以后 上海坐车到这里 停下来以后就要坐船 坐船就过去 当时江南水巷 这个船是很方便的 到处四通八通船 但是又要坐车又要坐船 所以我到周庄去 来回一次 要一周时间 现在来回一次 两小时 一小时去 一小时可以回来了 那个是去一次两天 回来一次三天 因为它船班不准 相当困难 正是因为它交通不发达 因此这些古镇 当时完全保存了 它的原来的类似风貌 在这些靠到公路的城镇 已经发展起来 你看建了很多的工厂 那么这个桥 都是16世纪以前的大桥 像这个古镇 后来这个桥 全部都撤掉了 这是苏州边上的一个古镇 那么当时 一位建一个厂 像这个就是水泥厂 它就马上经济发展了 但是城市也污染了 它的历史风貌 也发生了影响了 那么我们到周庄去 就给它制定了保护规划 所以保护规划就是说 你这些重要的部分 都不要动 这些深红色的 都是历史重要的历史建筑 我们把它制定为文物建筑 都要很好地保护 这个就是它的河流的两旁边 这些建筑 我们都不要去动它 因为它形态都很漂亮 那么其他部分可以动 但是一定要按照规划来进行修整 那么我们对那些好的那些建筑 我们用科学手段进行车绘 然后应该怎么样修复它 因为都已经 比如说这一幢房子 很大的一幢房子 我们说有五进房子 有一个天井 两个天井 三个天井 四个天井 五个天井 我们叫五进的房子 它完全靠在河边上 就是这一幢房子 那么当时我们说 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工厂了 变成了铁工厂 所有的房子里面的 天堂地面都已经没有了 这些门都撤掉 我们说我们把它原样地修复 把它修成成完整的建筑 那么像这个江南水上古增 就是周庄 不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古增 我们采取赫里的保护手法 就是完整地流程它的历史的形态 不要用现代建筑去代替它 同时它的交通方式应该还是用船为主 那么像另外一个古增 就是同里古增 它有很好的花园 像这个推士园 这个花园 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比比皆是 但是不值得保护 当时我们到同里去的时候 这么一个漂亮的花园 变成一个工厂 这个池子已经没有水了 里面都是垃圾 那么这些房子里面 都是生产抽奸 它这个地方是三个 生产电灯泡的 生产这个医疗器杰的工厂 所以说我们把这工厂牵走 原来很好的恢复 你比如像 这些城镇都有很大的特点 这个是欧镇 欧镇里面的这个房子 每个房子都架在水面上 它充分利用水面 所以这些每一个古镇 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古镇 就是南巡古镇 它在这个河边上 都有狼子 这个狼子上面都有房子 我们说都是盐狼 所以每一个古镇 每一个古镇都有这些特点 特别是南巡 它由于近代 商业的发展以后 它到法国来做生意 因此它把法国的 吐鲁兹地方的完整的建筑 搬到它自己的花园里面去 中西河北 我们叫中西河北 中国的东西和西欧的东西 合在一起 但是它也把人家看见 它造在它的院子里面 房子后面 它自家享受 里面有很好的跳舞厅 一个很好的吃饭的餐厅 这个窗玻璃也是五彩的 那么这一种形式 因为这个地方生产丝绸 它丝绸出口 那么很多人 因为和我们和欧洲人打交道 他也学会英语 学会法语 然后把法国的 很好的建筑形式 搬到他那个国家 搬到他那个花园去 这个南巡就有四家 四家四个这样的房子 都是很大很大规模 像这种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我们应该很好的 把它留下来 这种房子的建造 差不多在一九零几年 到一九二几年 差不多这个时期的建筑 那么像这桩 我们的保护的房子 就是原样的整修 这些房子 就是没有整修的钱 看看样子差不多 但是我们要通过整修 把现代的支来水要进去 它当地没有支来水 没有雾水 没有现代的设施 我们首先要把它设施 要改善 那么它这巷子很小 这巷子只有两米宽 这个水管都放不下去 后来我们这些排水管都放在河里面 把河水抽干净放在河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 居民生活才真的到了改善 现在我们保护的江南古镇 这六个镇都有了现代化的设施 它的生活改善到了保证 所有的电线都到了地下去 那么 像这个就是欧镇的做法 欧镇当没有修正以前 是这个样子 比较破坏 那么这个修正以后 但是我们修正 那么这里面就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完全学习了 我们发国的经验 当时这六个古镇 我们准备申报世界遗产 当时明家阳女士就跟我说 你把他们带到发国来看看 我就带领了六个镇的镇长 我们到发国来 当时我们阿兰先生 南丹先生都给他们上个课 他们回去以后就认真地 按照我们欧洲的高标准的 怎么样来按照现代的要求 但是它的风貌 它应该是原来的历史的风貌 我们中国我们说法叫做 拯救如果 你整理旧的东西 应该恢复它原来的状态 而更重要的 要保持它原真性的特点 所以说我们也学到了 我们阿兰先生提出来的手法 提高我们历史的价值 提高它原来的价值量 把它提高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地下官网的铺设 铺设以后上面铺上石板 恢复它历史的风貌 但下面都有完整的 现代化的设施 那么这种现代化设施以后 所以很快 这些古镇它修好以后 就成为很重要的旅游的景点 你像这个就是南京的修设 修设的时候 像这些房子 我们就把它降掉一层 它很高把它降掉一层 整个沿街的风貌 进行房子进行修设 它的生活就带了很大的改善 那么当时我们在 请了我们很多的 法国的先生到我们那里去 视察提一件 具体怎么做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中国的做法做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的 我们兰德先生 阿兰先生 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所以这个也取得很好的成果 江南六镇的保护 特别是周庄阿同里的保护 对于中国的其他的城镇 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很多都来看 因此都知道 古镇是个保 保护不可少 古镇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保护下来以后 就是留成了祖国的 尤其文化遗产不算 还很好的能够发展旅游 可能改善生活 那么这些古镇的情况 我们就得到 很好的这样的特点 那么我们觉得 在中国的城市保护中间 我们也还承载了 很多的问题 目前来讲 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在很多历史城镇中间 还有很多的历史建筑 不知道认识 比如有了保护的认识 和保护的措施 但是还很多的注重于 经济的需要 而出现很多甲骨洞 所以中国的甲骨洞 就是做 不是真实的 保存原来的东西 而是仿造古代的历史建筑 比如说我们有个城市 在这里没关系 我就讲了一下 西安 很著名的中国 最早的古兜城 它就提出来 这个市长 就提出来 我要重现 汉唐风貌 他就要做很多的汉代建筑 做很多的唐代建筑 我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汉代就汉代能做的 汉代就在公元00年以前 中国的汉代是公元0年的 汉代建筑是公元400年500年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重新去做那些东西呢 但是我们当地也做了不少 那么这种东西我们说 带有很大的欺骗性 同时也是造成很大的 经济上的一种东西 但是从另外来讲 它吸引了很多游客 那么所以这一点就是 中国我们认为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看到这个人在造这个城墙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中国的区服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成为世界遗产以后 旅游发展了 说你个城墙没有了 它城墙是1978年撤掉的 当时撤城墙的时候 我作为专家 我去制止了他们 但没用 不听我的 撤掉了 那么现在要造这个城墙 我也去了 因为我是专家 文会专家 我就跑出去跟他们提意见 我说不对 你不应该这么做 结果他还是造作 做起来了 他们认为 我是重建了汉代的城墙 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哪有汉代这样造成 汉代还没有用砖砌城墙 中国的汉代 在中国零年以前 城墙都是土做的 舍头做的 没有用砖做的 砖做是中国是要 公元800年以后 600年800年以后 才这么做 但是他就这么做 完全是一种假的东西 那比如说还有 在这个中国的最大的 这个大富 洛杉安大富 四川的洛杉安大富的地方 因为塔利班有个大富 比他大 他就又去造了一个大富 而这个大富在哪里造 你看这个墙上有 在汉代的 中国汉代公元 2001年的时候的 这个社科的边上 做一个大富 这个大富很大 然后要对外旅游开放 门票印好了 八百块一张 八十块一张门票 然后他请我做顾问 我去看了 看了以后我就 不对 你不对 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 那么以后再也不请我去了 但是我向中央报告了 这个中央政府 就是严格地批评了他们 并且提出不准对外开放 就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不算 而且这种在文化上 我是非常幼稚 你怎么去仿造人家东西 仿造 给塔利班炸掉的 这个阿富汗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就这一点上 在中国 我说的遗产保护上的理念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有很大的提高 还有一个目前 普遍存在的 就是旅游 你当修好了一些 旅游景点以后 这个就是江南水乡古镇 我们周庄 到礼拜六礼拜天 就这个样子 集满的人 我们看到 我们这两天在 这个巴黎周围在转 我们到卢瓦河去看 我们比比皆是 都是很多历史小镇 都留整了完整的历史形态 但是中国呢 大部分的城镇 已经拆掉了 看不到了 因此这些城镇 都变了大家热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特别要注重 中国的现在西部的开发 西部地区 不要像东部地区一样 也很快地 把许多小镇撤掉 而变成这种 现代的 所谓非常难看的古镇 而对这些江南的古镇 又是冷漫为患 造成很大的毛病 那么 最后方面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 那么这个钱就是莫娟来的 但是全国到现在为止 只有我一家 因为中国这个事情 都是政府总是做的 那么 政府做 当然是应该怎么做 应该来做 但是它不能够成为 所有的人民的 自家的愿望 所以我这个工作 都非常的难 我是非公共的基金 而且 这个基金拿来用 我成立基金会以后 已经做了 很重要的几件事情 我们做了很好的 参与了大明后的调查 最近这一年 就去年或今年 我们对上海的 刚刚说的社会们 做了全面的调查 我动员了173个 布施 硕士 大学生 对上海的 所有的 所有的老城区的建筑 我进行了一番的调查 确定了哪些东西 还可以保护的 我就给上海提出了 这样的意见 假如作为国家单位的 它是没办法调查的 因为老百姓 不会同意这么做 我作为私人基金会 老百姓接受 还有一个 我们花的钱就很少 政府做的话 这个几百万拿不下来 我们花了几十万 就把事情做下来 所以这些都很要做 但是 比如特别好讲到 我们很多历史建筑 都年久失修 但是政府在这方面 出的钱也很少 最近 我跟我们上海市里面的 主要的领导 就谈了这个意见 我问他 我说上海造一条 铁路 冲到北京去的高铁路 就是高速铁路 大概要几千亿人民币 但是用在 旧城保护上面 这个钱就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那么我就问 能不能拿点钱出来 他说你这个意见很好 我们要好好的研究 但这个话 我是四年前就说了 我们了解 像我们法国 法国 我们在城市遗产这一块 国家还是拿不少钱出来 那么这一点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 比较慢 但是我觉得应该 拿点钱出来 同时像我们这个基金会 应该有些 到达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这些商人们 都讲自己要有功利 我们也不能做广告 也不能帮他宣传 所以这个 对这个保护的理念上 都还得到距离 那么最后我们觉得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对保护的遗产的一些 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我们中国还相当落后 还很少 比如说我们知道 法国有美丽美 有马尔罗 都是制定了 很好的法规 法令保护的事件 我们中国在这方面 这个文化保护法 我们城市保护 都还没法规 还没法令 因此这一点 都还是很空白的 所以还有好多事情 要去做 所以我们中国在做 这个城市保护上面 还要我们不断进行挪累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很多的 朋友的帮助下面 我们会 做不得取得 这些成果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作者 这个就是我成立 基金会的时候 当时我到北京去 希望北京政府支持 北京政府就 没给我回答 但跑到上海来以后 上海政府很支持 这个就是上海市长 旁边这位 这个妇女是我的老师 当时 旁边那位也是我的老师 那位也懂教授 就带到我 带领我调查 这个历史城市的 我们两个人 跑来几百个城市 那么这个都是 我们的朋友们 那么有了这个 基金会以后 我们中国 也开始有 民间力量的兴起 我们希望这个工作 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保护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这就是我进行 我们基金会 组织的对大银河 大银河的调查 我们大银河的调查的成果 这个去年给 世界规划师大会 这个给予 这个结束成就奖 那么我们基金会 组织的一些互动 组织的一些互动 所以这次 我也带了几本书来 是我最近抽了一本 江南水墙古增英文版的 那么希望大家 有可能也可以来买 也算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带了学生进行调查的情况 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的 上海的 还留下很多的社库门 你看这个城市景观 很有特色 高层建筑 现代的 但是很多社库门 上海的老房子 这种城市景观 世界第一 我就给 上海市市长就提一件 我说这种城市景观 你应该注意保护 不要在你手上撤掉 我们上海不可能 把这些撤掉以后 都变成绿化 都变成生态很好的地段 但是这些老房子 我们假如把它留下来 很好地加以 让它更新 让它生活条件的改善 就留成了 很好的一个城市的激励 很好的城市的一种 高低层的一种 特殊的风貌 也是上海的特色 我觉得很紧接 很威胁 因为上海最近 撤得也非常快 那么这个就是 新天地 旁边改造的太平户地段 假如很好的这样流程的话 也很有特点 那么我们这个就做的 最近这个做的调查 我们觉得还有 哪些好的地段 可以流程下来的 可以保护的 所以我们对上海市的 做法就是说 这个已经划定了保护区 在城市保护上来讲 上海市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已经划有 12块保护区 里面包括犹太人保护区 但是我们觉得 像这些地段 都还是有很多好东西 所以我们建议新增加的 保护地段 扩大的保护地段 希望这样的话 还能够再留下的好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基金会 做的工作 最后我们说 我们城市一扇保护 不仅仅是面对历史 要求我们保护好 真实的历史一层 而更是要面向未来 要求我们建议好 有地方的 地方特色的 有时代特色的 这样一个城市 来 营救我们新的生活 我们不能把过去 全部抛弃掉 我们应该要有城市 应该要有记忆 人是个有思想的动物 我们留成这些房子 就留成我们的记忆 就是脑袋记忆 留成记忆 同时我们也要 现代的发展 那么我们的现代发展 要接受我们 过去历史的传统 比如我刚才说的 墨结构 我就跟我们很多的 学生讲 我们现在都不懂墨结构 在古洛杨年以后 墨结构房子都没有了 你都忘记掉了 就不知道我们古人 怎么抗争的 同时这些墨结构的体系 很可能会得 总结出新的理念出来 比如说 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 我们讲高层建造 我们现代的建造 都能防证 因为钢筋婚姻头 从结构科学理论上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结构体系 是另外一个体系 比如说我们是框架结构 我们建立墙这个 我们同体这个和中国的某个体系 我想两码事 中国人讲毛结 讲以不变应万变 以柔性来抗力的刚性 我们刚才的现代的这个体系 它是以钢克钢 以我的钢性兼构 抵制外来的变动 而中国的传统系统 以柔性 允许我的变动 正像我们身上有关键一样 我摘一脚不会摔死 这个是中国的一套体系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忘记掉 扔掉了 所以说我们就有政认 来保护这些东西 包括说刚刚的江南水乡 它这个形态非常漂亮 我们看我们这个树林围 有这些照片 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去看看 建立很多新城市 我们出发叫做 万我一灭 千层一茂 所有造出来的房子 一张脸 这张脸都非常丑陋的脸 所有的城市 建策的都差不多 都以很难看的这些城市 但是过去的水乡 刚刚我说了 虽然都是水乡 都是小桥流水人家 但是我不说 乌镇就是乌镇 周庄就是周庄 西康就是西康 每个城镇 也有每个城镇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 我请了几个有名的摄影家 造的像 可以说张张 令人陶醉 我们不再保一点下来 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古人 同时 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后人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 在这里讲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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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